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解法文中非常特别的一种语法 发音构词的原则 它不仅仅是语法 所以它可能还会与发音构词有所关联 不过其实说到省音 很多同学如果学习过英文的话 并不是没有见过 比如在英文当中 it is 对不对 it is两个单词的话 会在瞬间的话 让is的第一个字母诗去变成一个省音笔 能够想象出来吗 如果还没想到 请看法文中独特的语法现象 省音 在法文中省音 我们不妨用一种最简洁的方式去学习它 其实没你想象那么复杂 它涉及到这些单词 首先注意盘算的 Voilà C'est enough 有九个 对不对 你来看一下 j 我 l 阳性的定冠词 对不对 或者也可能表示其他的含义 d 连接 C'est 这个 M' 我 用在动词之前的那个我 N' N'e pas 不要怎么怎么着 C'est 这个C'est的话多半以带动词相关联 C'est la V C'est promené 比如de 你用在动词之前的你 个 神通广大的个 它可能是个连接词 je pense que 也可能会是 C'est que c'est 对吧 这样一个提问词 不过呢 这九个单词 是必然要省音的 但同时 它们有一个共性 你注意到了吗 这九个单词 都是以 E结尾的单音结词 对不对 这是它们的共性 je 这我特别提醒一下 我们很多中国同学 在发音的环节 读这九个词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的话 是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最后那个声音 并不是跟中文非常接近 因为我们中文中是 对不对 是一个发音不会靠后的声音 你比如说 去向向天歌 对不对 是靠后去发的这个音 而法文当中 它是嘴唇微圆的一个 的声音 因为唇形 因为发音的部位 而让这个音 其实听起来很靠前 发音靠前 E Z L D S M N S D G 注意一下这种感觉 好的 把音发准 别发音的时候 L D G 这是中文式的发音 听起来的话 还真的是跟法文有些距离 等一等 要省音单词 就这个九个 以E结尾的单词吗 还有两个 再加上他们 LA AC 就大功告成了 LA 是音性的定管词 对不对 当然也有起来的含义 C表示的是如果 当然也有起来的含义 比如说 Inne fait pas Inne fait pas chaud aujourd'hui 今儿天气不热吗 C TRE 非常热 对吧 好的 注意一下 这十一个词搁在一起 就基本上圆满了 这就是法文中 需要省音的单词 如果不是这十一个 不是跟这十一个相关联的词 你就一直刻住着自己 别去省音 比如我再提示一下 各位同学 那个用来提问的谁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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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省音吗 J 是不需要省音的 我们有同意话 经常闹不准这个 或者可能觉得 G需要省音 G需不需要省音 你把G也省了 这对初语来说 是经常迷惑的地方 我们在语法解析环节 特别指明给大家 怎么叫省音呢 你看一下 J是我 A是有 Avoir Avoir 拥有那个单词的变位 J和A相碰 你看 这就是我们省音要使用了 使用的原则了 应用的原则 这十一个单词 9加21个单词 当碰到以原音开头的单词 或者以雅音20开头的单词 将会把这十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字母去掉 变成一个省音笔 如我们现在投影上所展示的 这个单词就一个原因 但也算是原音开头 J J 就实现了 所以法文中没有 J J 没有这种声音 而是J 我有 J Vendant J Diznavant 等等这些 J Le argent 是不这么说话的 L'argent 这对于我们的初语来说 非常重要 很多同学一开始都不太适应 你经常容易说错和写错 L'argent Argent是钱的意思 或者是白银的意思 真的是真金白银的那个 或者白银 那是一种金属 好的 钱或者白银 Le是它的贯词 它是阳性的 所以他们来相碰的时候 将无法那么那么疏远的保持 将会紧密的接在一起 把它去掉 变成L'argent 所以你听到甚至就是L'argent 从这个环节的话 我想提醒一下 各位同学在进行综合训练的时候 在进行听说读写训练的时候 不但要听说读写 J 这种形式 还有更重要的是 J J 一听J就是我有的意思 我怎么怎么叫意思 对不对 一听L'argent就是钱的意思 或者白银的意思 所以注意 是这样一步到位的去听懂 去写出来 写的时候就直接这种手感 别写了 我还得省音 L'argent 一步到位 好的 C C F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进行 C'est la vie C'est moi 对不对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我 那好了 C C 这个中性只是代词 可以犯着一切的 碰见A 原因开头 就一个原因 必然省音 C 我们特别熟悉的句型 这个就讲述的是 亚音阿识 阿比特 阿比特 这个阿识的话 是亚音的 亚巴到了极点 没有任何的功能 那好了 那这时候 我的阿识调变成一起 写出来很是特别 读音也从 阿比特变成 J'abit J'abit 所以呢 你练熟之后 张嘴就是行家 J'abit Béquin J'abit Paris J'abit Anchun C'est va 好的 注意下这些细节 我们同样的话 除了这些 以阿界为的九个单词之外 还有 La和C 我们来进行举例 La école 学校是音信单词 那所学校 La école 将会省音为 L'école L'école 注意一步到位 表达清楚 数学准确 不过呀 我要特别提醒的是 特别提醒 在屏幕上使用红色 这个C 就刚才9加2 是一个单称的C 它不是跟所有原音开头 一级亚音感 20开头的单词 要省音的 换句话说 它需要省音的单词 一单的D 就俩 一个是I 一个是I 一个是单语 一个是腐术 世人是我们不得而知 看它指代什么 这点还记得吧 法文中这个I 可人可恶 对不对 只不过他们现在能看到 是阳性单 阳性腹 C碰见他们两个 才省音 不是他们两个 您放弃吧 别再省音了 哦 原来这9加2 11个单词的话呢 也不是都一模样子的 有一个特殊的 那就是C 碰到I了 我I了 才会省音变成C了 记住了吗 红色字体 已是提示 关于省音 还有一些特别的提示 我们语法 一步到位的学习 Leo Leo 啥 刚才不是说了吗 原音开头的单词 以及 亚音阿识开头的单词 那我们大家 有亚音阿识 还有一种阿识 就还有一种 叫什么 虚音阿识 就是这个 这个字 虚音阿识 虚音阿识 这个虚字用得好 意义得好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它不是真的不存在 它会形成一种 无形的阻隔 你比如 英雄主人公 这个单词 小说 电影中的主人公 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那个阿识的话 如果查词典的话 会发现 它左上角有个小花 有个小标志 那小标志告诉我们 这叫做虚音阿识 所以就不省音了 那就把这个 和相干无事地写在这 说在这 就是最佳的状态 就是正常的声音 但这里我提醒大家 有同学肯定要问我 老师 虚音阿识跟雅音阿识的话 怎么区别 怎么判定 这个呀 总结来总结去 也没找到最合适方法 幸好 虚音阿识不多 我们可以逐学逐记 把它了解下来 当然 对于有些参加不同类型考试的同学 在有的考试当中 他们可能会作为试题出现 你要分外留心 还有刚才那个C的 我们再次的话提示一下 你比如说CL 刚刚说的很明白了 不是一了一了 但是复述 你就不要省音 CL CL 就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在这儿 还要看四个朋友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对于他们的强调的话 是让我们的语法更加的 全面和到位 其实等于已经提及了 什么 刚刚是不是说 9加21个单词需要省音 但是我又说 有四个单词需要省音 不过你注意到没有 这四个单词 有着共同的妈妈 是不是谁呀 个 他们可以算是个那个单词的隐身或者变形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个需要省音 那这次个单词其实也是不言而语需要省音的 也需要再碰到原因 或者雅音二十开头单词 将最后的字母 额去掉变成省音片 他们是losk 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他们是pesk 差不多 他们是risk 知道 或者bizke既然 注意下这个四个由ge而隐身的单词 你比如这个吧 Rizke Rizke是直到的意思 加一个a 对不对 a就是那个表是到哪的 a Par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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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对不对 那个a 那就可能会变成不是说Rizke a而是Rizke Rizke Rizke 能调一下它省音吗 好了 所以啊 你要细说的话呢 法文章来的单词需要省音 你可以把它隐身为15个 但是呢你也知道这四个来自于曾经的歌 讲到这儿省音就已经非常全面了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感兴趣 我是高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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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